香港资深艺人,TVB知名老溪谷周聪,在2020年正式宣布退休,结束了拍戏多年的职业生涯。 近三年间,周聪过着身居简出的生活,显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因此外界对他的近况了解不多。 最近,TVB艺人钟志光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了与周聪的合照,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热议。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今年已经91岁的周聪状态非常好,与退休前没有太大变化。 照片中的周聪穿着浅色外套,那搭黑白衬衫,坐在椅子上,整个人显得非常有活力,尽管头发已经花白,但他依然精神绝朔,特别有精神。 面对镜头,他露出了标志性的微笑,让许多网友感叹仿佛回到了过去,感觉非常亲切。 钟志光在留言中表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周聪了,但他的听力和视力仍然很好,记忆力也很强,这说明周聪的身体状态依旧良好。 另外,TVB资深配角演员苏恩慈也出现在当天的聚会中,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与周聪的合照。 周聪在两年前接受某传媒采访时曾透露自己深爱的妻子,两人于1958年正式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家人过得非常幸福。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周聪的妻子身体状况不佳,受作股神经影响行动不便,因此,在2018年时,周聪决定减少工作量,把更多时间用来陪伴妻子,只是偶尔参严两步聚集。 然而,在那次采访中,周聪透露妻子不幸患上癌症,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妻子仍不敌病魔离世。 这对周聪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在按照妻子医院处理好丧事后,周聪对生死看淡,他表示人们总是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只是时间问题。 据了解,周聪已经拟定好了遗嘱,他希望在自己离世后,让子女将自己的骨灰撒在花园里,滋润土壤,将爱留在人间,具体是在哪里的花园或是什么样的花园都无所谓。 而回顾起周聪过往的演艺经历,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也是给观众们塑造了多个经典的角色,尽管在过去,他大部分饰演的是绿叶的角色,但他总是可以凭借精湛的演技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2016年,周聪还在2016年的台庆颁奖礼上获得了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不过在这之后,周聪也是慢慢地淡出了目前。 一开始有很多网友以为周聪是因为有一定年龄了才选择淡出目前,但其实他更多的是为了照顾患病的妻子,而推掉了不少目前的工作。 说到周聪的婚姻,他与太太结婚有61年的时间,婚后二人共育有四名子女,而太太的身体状况对比起周聪,显然是差了很多。 周聪其太太早年饱受做骨神经痛的困扰,后来更不幸患癌,所以周聪淡出目前是为了可以专心照顾患癌的太太,但可惜的是太太最终还是不敌病魔事事,而庆幸的是,周聪能够陪着太太走过最后的时光。 在前年,周聪曾在一个访问时谈及到了对生死的看法,他表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自己已经是很看得开的,因为人人都要面对死亡,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而至于问及到太太生前的最后心愿,周聪就表示对方不希望自己变丑,不想让自己因为化粮而导致脱发,不想插满喉管以及呼吸机,最后家人也都同意了对方的心愿,让他心满意足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因此周聪认为,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临终之前讲出心愿,后人按照心愿,便死而无憾了。 说到最后,我们也是祝愿周聪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平安长寿才是最重要的。 在采访中,周聪自曝了昔日的去世,当年他与谢贤私下拍戏玩游戏时,有一个赌注仅五元钱,但是对方却迟迟没有还,甚至欠了五十年后才想起来这件事,不过好在谢贤后来表示自己不记得了,并且用十倍数额偿还。 周聪作为老溪谷,塑造了很多的荧幕经典形象,主演过《难得有情郎法政先锋》等热播剧,演技始终在线。 近期有网友在街上偶遇了周聪,他当天打扮得很低调朴素,即便是有美颜滤镜的效果,也难以掩盖他的老年般与皱纹,不过他看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90岁能有这样的好状态的确很让人羡慕。 最近在专访中,周聪谈论了自己关于死亡的见解,并且表明他已经立好了遗嘱,对于生死看得很淡然,同时他也怀念起了挚爱的妻子。 当年妻子因病去世,让他悲痛万分。周聪妻子去世的时候曾嘱咐家人不要让他走得太痛苦,而他本人也表示如果自己去世后,希望把骨灰洒在花园里,这样才算是真的死而无憾。 周聪和谢贤的往事的确是很有趣了,也祝愿他今后能够身体健康,继续保持好状态。 现年91岁的香港资深绿叶演员周聪入行至今已经有超过60年的时间了,在过往的演艺生涯中,周聪可以说是饰演过无数经典的角色,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对于经常收看TVB剧集的网友们来说,大家对周聪也是完全不陌生的。 晚年的他经常在一些剧集中饰演和矮可亲的爷爷角色,因此在后来周聪也有TVB御用爷爷的称号。 不过在近两年来,也已经很少可以在目前看到周聪的身影了,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周聪就慢慢减少了目前的工作,直到在2020年3月,他选择离开了TVB并退休。 虽然说如今周聪是退出了目前,但网友们还是非常关注周聪的动态,关心他的身体。 而在日前,艺人张国强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出了与资深艺人罗兰以及周聪喝茶相聚,因此也是令了周聪的近况曝光。 张国强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多张聚会合照,并且留言称,美好的午后,分享快乐的成员又增加了,周聪书,罗兰杰与司机张KK还有人要来吗? 在张国强分享的合照中,可以看到91岁的周聪和88岁的罗兰,两位资深老西谷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二人都是面色红润,并且精气神也是相当不错的。 面带微笑看着镜头,在照片中,特别是现年91岁的周聪,他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完全不像是有这个年纪的人,气色相当好。 而回顾起周聪过往的演艺经历,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也是给观众们塑造了多个经典的角色,尽管在过去,他大部分饰演的是绿叶的角色,但他总是可以凭借精湛的演技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2016年,周聪还在2016年的台庆颁奖礼上获得了万千光辉演艺人大奖,不过在这之后,周聪也是慢慢地淡出了目前。 一开始有很多网友以为周聪是因为有一定年龄了才选择淡出目前,但其实他更多的是为了照顾患病的妻子,而推掉了不少目前的工作。 说到周聪的婚姻,他与太太结婚有61年的时间,婚后二人共育有四名子女,而太太的身体状况对比起周聪,显然是差了很多。 周聪其太太早年饱受做骨神经痛的困扰,后来更不幸化癌,所以周聪淡出目前是为了可以专心照顾化癌的太太,但可惜的是太太最终还是不敌病模事事,而庆幸的是,周聪能够陪着太太走过最后的时光。 在前年,周聪曾在一个访问时谈及到了对生死的看法,他表示对于这个问题,其实自己已经是很看得开的,因为人人都要面对死亡,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而至于问及到太太生前的最后心愿,周聪就表示对方不希望自己变丑,不想让自己因为化疗而导致脱发,不想插满喉管以及呼吸机,最后家人也都同意了对方的心愿,让他心满意足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因此周聪认为,最重要的是可以在临终之前讲出心愿,后人按照心愿,便死而无憾了。 说到最后,我们也是祝愿周聪也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平安长寿才是最重要的。 在采访中,周聪自爆了昔日的去世,当年他与谢贤私下拍戏玩游戏时,有一个赌注仅五元钱,但是对方却迟迟没有还,甚至欠了五十年后才想起来这件事。 不过好在谢贤后来表示自己不记得了,并且用十倍数额偿还。 周聪作为老戏骨,塑造了很多的荧幕经典形象,主演过难得有《秦郎法正先锋》等热播剧,演技始终在线。 近期由网友在街上偶遇了周聪,他当天打扮得很低调朴素,即便是有美颜滤镜的效果,也难以掩盖他的老年般与皱纹,不过他看起来还是非常开心的。 90岁能有这样的好状态的确很让人羡慕。 最近在专访中,周聪谈论了自己关于死亡的见解,并且表明他已经立好了遗嘱,对于生死看得很淡然。 同时他也怀念起了至爱的妻子,当年妻子因病去世,让他悲痛万分。 周聪妻子去世的时候曾嘱咐家人不要让他走得太痛苦,而他本人也表示如果自己去世后,希望把骨灰撒在花园里,这样才算是真的死而无憾。 周聪和谢贤的往事的确是很有趣了,也祝愿他今后能够身体健康,继续保持好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